就这儿啊 纯纯的原生态室外桃源 听听吗啊 五峰顶到了 这个地方我又不说 你们谁也找不到 这地方上山呢 可以选择徒步 骑车 还有开这个的啊 还有这个观光车 我们从观光车下来之后 再往上走几百米 前面就到清凉谷了 我从远处就听到 这小溪水的声音了 这才是真正的小隐在山间 亲爱的你慢慢飞 小心前面带走的玫瑰 就这儿啊 纯纯的世外桃源呢 咱说心里话 就二十多年前的门票 性价比真挺高啊 就在这儿啊 你呼吸一下 西线空气你都挺直啊 它这个登山过程中啊 都是这种木制的栈道 让你走起来不是那么累 这棵大树啊 看不看见叫大晴阳 就一百多年了 发现呢 这树一棵比一棵大 这个更大 这个走不动了老妈 累死了 我哥背你上去吧 真假的 开点吧 别客气了 走吧 小美人 你长得可真 真好看 这个叫虎啸泉 水要挖凉挖凉的 这一片全是白花林 就是在市区啊 就是你花几百块钱 你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了 你这景区里边让露营吗 可以啊 那露营啥的收费吗 不收费 这个景区里的餐食也都不贵 这个菜是特色啊 炸的吃五家叶了 这一桌菜的话 这都自己种的 这的话就都自己养的 兄弟们啊 第二个景区 破继崴子山 破继崴子山海拔999米 可以选择徒步或者坐越车登山 这个登山的路啊 一步一景 到处都是山洞啊 这里边挂点挂点 明知山友虎 偏向虎山形 笑一跳 我姓老虎的 这上山的路啊 仿佛穿梭在临海当中 我们现在来到了破继山的山顶 大好河山 漂亮漂亮 除了清凉谷和破继崴子山 山顶的临海草原也是毕达卡的经典 火峰岭不仅风景优美 消费也非常低 像这种能住四五个人的民宿 一旧才一百多 特别适合家人朋友 避暑小住几天 他这儿啊 除了炒菜 还有烤串 烤全羊 还有坑狗 这一群烤全羊多少钱呢 蝎儿酸 真不会啊 一山半水的 吃了烤全羊 太得劲了 这种怎么喝 我认识坟了 炒菜 蝎儿 再 jed Sam Beverly 我讀cę